在過去的一年裏 其實正正顯現了我們隊伍的專業性 當面對一個這麼大型的暴亂 這麼多的攻擊 這麼多對於我們家人的騷擾 以我們的同事還能夠專業地黑盡幾任 盡忠職守 我覺得我們這個隊伍肯定是世界一流 我也能夠和這個團隊一起工作 感到光榮 回首過去一年 鄧炳強百感交集 再有一個多月 就是他出任香港警務處處長 滿一年的日子 國慶節的歡樂祥和尚有餘溫 去年此時的暴力運動也歷歷在目 譚吉林威壽命的感觸 他說根本來不及多想 當時社會還是很混亂的 理工大學就被暴徒霸佔了 紅磡隧道也是痛的 社會都是一片混亂 我接任的時間基本上都沒有時間 去詳細思考應該做些什麼 有些什麼的紅徒大計 我覺得我最重要當時就要止暴濟亂 面對頻繁而分布廣闊的暴力活動 人手有限的香港警察 常常要同時處理不同地方的暴亂 工作時長早已不是按天計算 連續工作五六十個小時 幾乎是常態 與此同時針對警察的起底 傷害和不實言論 又從未間斷地拷大著他們的內心 超過六百個同事受傷 有幾位同事更加嚴重受傷 另外是被人起底 家人被騷擾 宿舍被破壞 這些都是我們面臨最大的挑戰 另外其中一樣 就是有關於對於我們抹黑的言論 不停地對於我們一些不實的指控 一些抹黑 例如831地鐵站我們打射人 說我們在新屋裡有些性侵 這些抹黑謊言 令到我們在處理這些暴亂情況下 還要怎樣令市民明白這些 其實是謊言 這對於我們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 和每一位普通警員一樣 鄧定強的家人也同樣是被起底的對象 他心懷感激地說 家人不僅沒有抱怨 反而給他很大的鼓勵 捨起妻子承受到委屈和付出 這位硬漢的心頓時柔軟了起來 我都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是沒有回到家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太太拿著壺湯 拿著我一些要換的衣物 來京處探我 我是很感動 很感動 很感動 是要忍住不要哭出來的 感動在交談中出現的頻率很高 他讚嘆香港警隊是世界一流 面對大型暴亂和自身困境 仍能充分發揮專業性和團結性 每一位成員的競爭職守都令他動容 我們香港警隊 我想是跟世界其他警隊都一樣 我們最主要都是希望可以維持香港的治安 能夠保持香港的穩定 面對一個這麼大的挑戰 我們的同事 我覺得是真的充分可以發揮了 我們那種的專業性 和我們那種面對這麼困難的情況下 在疫境裡面 都仍然能夠發揮到 我們那種的團結性和我們的專業性 和也都看到我們的同事 真是有鋼鐵一般的意志 這個令到我非常感動 忠誠永逸 心系社會 去年11月19日 鄧炳強出任香港警務處處長的當天 這個新口號代替了香港警隊此前沿用了20年的 虎為本 正義求精 新的口號 忠誠永逸 心系社會 並不是我創作出來的 就是我們警隊在2019年 在175週年的時間 匯聚了我們以前一些經驗智慧 而得出了一個口號 其實當時 我們面對一個社會 從來未遇到的情況 我們覺得 這個175年的口號 其實對於我們當前面對的挑戰 是最適合的 於是我們改了一個口號 但這個也不代表我們以往 那個服務為本 會有任何改變的 因為服務為本的心 已經深深地中在人的心上面 隨著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 鄧炳強坦言過去的法律漏洞得到填補 執 執法者如今有法可疑 實施三個多月來 已明顯看到法案對香港社會穩定 發揮了重要作用 很多人以往是一路鼓吹 可能是要用暴力 又或者是鼓吹一些香港獨立 都轉了台 都說是要和這些暴力割蓄 又或者是你其實誤會了我 我不是鼓吹港獨的 而事實上 在這個香港國安法 立了法 本地立了法之後 見到社會 確實是沒有了一些很大量的 鼓吹一些香港獨立的情況在 市民相對地是平穩的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法例 對於香港整體的穩定 發揮了一個很積極的作用 鄧炳強說 隨著香港市民逐步認清真相 厭其暴力 香港社會目前相對平穩 然而還是有人不斷找機會 破壞社會安寧 甚至危害國家安全 他表示仍然不能掉以輕心 今年8月 香港警方修訂警察通力下傳媒代表定義 致認可特區政府新聞處登記的機構 和國際知名傳媒機構 此舉被見縫插針的反對派 以危害新聞自由為名大作文章 我們本身是非常尊重傳媒採訪權 其實所有的媒體 包括一些網媒 或者任何人都可以做記者的人 其實在公共地方是隨時可以採訪的 只是去到一些會有危險的情況下 我們一定要確保我們的行動 不會受影響 例如當我們作出拘捕的時間 以往都見到很多穿黃背心的人都會走過來 甚至沒有部份可能會搶犯 或者對我們的同事構成危險 所以我們在這些情況下 必須要隔起一些封鎖線 於是我們採納了政府新聞處 在制度下登記的傳媒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公平有透明度的制度 令到某些情況下 我們可以便利到一些真的從事採訪 而我們也相信它不會影響我們的人 可以接近一些工作 其實整件事的目的 都是希望可以進一步協助記者採訪 過去一年的修理風波中 香港的一些年輕人 成為這座城市的破壞者和受害者 鄧炳強調是十分痛心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的他 看到母校學生會 在八月中的迎新詞中 以報大人自詩 心中無謂雜塵 他認為部分香港年輕人 對國家的敵視 源於不了解 我想很多次出現這些情況 是基於一些誤解 誤解可能是基於不理解 或者是不認識 或者是一些誤會 所以其實我很期望 無論是中大的師弟師妹 或者其他所有的香港大學生 或者甚至年輕人 其實你應該多些了解 我們的國家究竟是怎樣 不要只是從一些第三者 去報導去理解我們的國家 你一定要自己親身去看 親身去感受 你就會對於很多事情 有一個明白 有一個理解